所停動載新聞 持續來掌握山陀爾颱風的最新路徑 預估明天8點從南高交界登陸 來天氣象主最新熟命 降雨也會增強 而基隆北海岸 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雨勢也會增強 在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 對不起 在今天早上11點的時候 颱風中心已經來到高雄西南方 大約130公里的海面上 預估開始向北北東 轉東北的方向移動 到明天登陸到我們新南部地區 到綠地上以後 強度還會再繼續減弱 我們預估目前它所在的環境 其實不太利於它發展 甚至會逐漸減弱 像今天清晨就已經減弱 為中度颱風 還會持續減弱再下去 有可能在登陸之前 是比較弱的中度颱風 甚至可能是輕度颱風 但是雖然如此 它依然以颱風的結構 在影響我們 等一下我們從雷達回國圖 可以看到它目前的結構 目前我們所針對 發布海上陸上的區域 在陸上增加了苗栗 所以現在海上警報區域 是整個東半部海面 巴西海峽 多沙島海面 以及台灣海峽 至於陸上警報區域則是 花蓮隱南的地方 苗栗隱南的地方 以及澎湖 提醒大家 海面上的風浪已經明顯增大 各沿海都已經觀測到了長浪 而且在我們南部和西南部的海面 已經觀測到8到10米的浪高 花東沿海 中部以北的海面 澎湖和馬祖沿海 也有5到6米的浪高 這種風力在今天明天兩天會持續 甚至在後天影響還是持續存在 風力減慢的速度比較慢 提醒大家要留意 至於在海面上直接影響我們的 除了剛剛我們說的浪 風我們也有提醒 因為各海域大概都有平均 11到12級的強陣風 然後有些地方 有些颱風中心有14到15級的強陣風 這種風力持續 而且今天隨著颱風北上 這樣的強風帶持續影響我們 還有明天颱風北上減弱以後 東北季風持續影響我們 所以明天到後天 台灣附近海面風力減弱的慢 尤其是整個台灣海峽 還有北部海面風力一秀強勁 再來就是提醒颱風中心 颱風中心的結構就完整 所以它的強風帶 會隨著颱風向西南部陸地移近的時候 會逐漸影響到西南部地區 甚至不是影響沿海地區 風 強風會往內陸的方向移動 我們來看一看目前的風力觀測 我們剛剛有說各地方的風力 已經逐漸在增強了 除了我們昨天看到東南部 南嶼那邊12級的強風以外 東南部還有在桃園的新屋 以及甚至在澎湖的東極島 已經有10到11級的強陣風 小琉球 西部的沿海 以及西北部沿海 普遍也都觀測到8到9級的強陣風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所做的風力預測 在今天中午到包晚這段時間 西部沿海的風力 已經逐漸在增強 包括離島的沿海的風力 也在增強 另外在今天傍晚 到今天深夜這段時間 連北部的地區風力也增大 颱風中心逐漸靠近的地方 台南高雄 我們可以看到在明年清晨的時候 平均風到達11到12級 震風會到13到14級 所以颱風接近 登陸點附近的風力 會明顯的增大 西向署持續發布 陸上強風特報提醒大家 今天到明天 從彰化隱南的地區 還有台中到桃源的沿海地區 以及台東的沿海地區 另外就是綠島 蘭域 澎湖 金門 馬祖 以及恆春 還是會有11級到13級 左右的強陣風 西部沿海其他的地方 還有新北沿海 還會有9到10級的強陣風 強陣風的狀況 隨著颱風經明兩天緩慢靠近 持續影響 請多留意 至於在天氣方面 我們剛剛說 可以從雷達河坡上 看看颱風現在的結構 雖然山豚的颱風 已經減弱為中度颱風 但是可以看到 整個環流結構依舊完整 尤其在它的北邊河 和東半部向線 也就是完整的強風好雨帶 好 一旦它逐漸向北移動 這完整的風雨帶 就逐漸開始影響我們的天氣 隨著它的接近 其實剛剛它的雲帶 已經讓台東在上午的時候 有石雨量 80到100毫米的石雨量降下來 我們預估這樣子的環流之下 今天花東地區 就是在昨天下雨的花東地區 今天降雨更為持續 更為明顯 連南部地區的降雨也開始 像平東地區的降雨 也是更為持續 更為明顯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北部 東北部 和東部海面上 也有雲泄在形成 也會影響到 我們的雲風面地區的天氣 尤其基隆北海岸 我們預估今天白天斷續下雨 今天深夜到明天雨 會逐漸的增大 那當然在中北部地區 有一些地方也會因為有一些雲 過到這種山脈 而造成一些零星的降雨狀況 就以今天降雨來說 氣象署持續發布豪雨特報 提醒大家 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區 新北 基隆北海岸 到東半部地區 恆春半島 甚至到雲林這些地方 還有澎湖 會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在宜蘭的山區 花蓮 嘉義的山區 台南高雄 瑞島蘭域 還有澎湖 可能出現局部性的豪雨 另外還有在花蓮地區 以及屏東的地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性的大豪雨 還有台東線 以及屏東山區 可能會出現超大豪雨 也就是說剛剛 這些會降雨的地方 雨勢會越來越明顯 雨量會一直在累積 都會出現長岩石的豪雨 這種情形是很有破壞性的 請在這邊朋友特別留意 至於到明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型態在東半部 還有南部地區 依舊不太穩定 好 所以明天雖然 隨著颱風登陸 可能有減弱的情況 但是東北季風又開始影響 所以在我們上空 天氣依舊不穩定 只有中部以北屯降雨 是稍微零星 但其他各地持續斷續降雨 我們預估明天 北部 東半部 南部地區 和中部山區 還是會有大雨 或局部性的豪雨 當然這種預估 會隨著整個颱風 上到陸地上 它是否減弱 減弱的程度 以及東北風的相互影響 我們會再做調整 另外提醒大家 其實今天雲量多了 而且東北風開始影響 所以今天各地的高位 已經比昨天下降 我們預估在東半部高溫 和進門篷後高溫 大概27 8度左右 西半部大約是在29度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 溫度趨勢的變化 這個紅色系的 比較偏向北部東北部 還有馬左的溫度 然後橙色的 比較偏向花冬的溫度 淺綠色比較偏向中部 和進門澎湖的溫度 深綠色是南部的溫度 我們只要看一個趨勢 在今天其實各地的溫度 尤其西部 西北部的溫度 不像昨天那麼暖 今天各地的溫度已經下 高溫下降到30度以下 然後到明天更為的轉涼 明天各地高溫 會比今天再下降 一、兩度左右 然後這波東北季風 雖然明天開始影響 影響星期五 到星期六就減弱 那我們也預估在 它影響我們時間之內 中部以北東北部 和馬左的溫度 大概在21度左右 其他各地大約22、23度 也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各地稍微轉涼 明天還是涼一些些 然後夜裡清晨的時候 北台灣東北部的溫度 會顯得特別的再涼一些些 就是我們那麼多的天氣變化之下 今天我們要提醒大家 雖然山陀的颱風 已經減弱為中途颱風 而且它影響我們時候 可能會再比現在弱一些些 但是終究它是一個完整的颱風 以完整颱風結構來影響我們 它的威脅還是存在的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然後預估這颱風 它在明天可能會在 我們新南部登陸 這颱風影響我們的時間很長 因為它走得實在很慢 提醒大家海面上風浪大 沿海長浪強震風 也會在天風持續依舊 海面上的作業或活動 特別的留意 而且我們會隨著 整個降雨的情況 就整個大氣狀況降雨情況 會發布大雨特報 豪雨特報 甚至大雷雨及時訊息期 請大家多多留意這些訊息 還有啊 颱風逐漸接近的時候 我們剛剛有提 現在西部的沿海地區的風力 會普遍增強到十級左右 在颱風登陸的地方 風力會更為的強勁 隨著颱風登陸點附近 風力強勁 一旦平均風力預估 會有到達12級 最大征風到達14級的時候 氣象鼠會在前一兩小時 發布強風告警 提醒大家留意 最後還是要提醒 颱風中心逐漸接近 在西南部地區 可能因為颱風暴潮 引起的海水倒灌 這些危險也多留意 另外 雨下得很大 大家如行津移花東地區 還有南部的山區 也要特別的小心 秋天的颱風預報 還比較複雜 不像夏天主要是太平洋高壓的影響 在秋天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已經比較減弱 其他次系統 譬如北方的朝鮮 或者附近的低壓 都可能影響到導引颱風的氣流 所以讓它陸續會變得比較複雜 這樣子的狀況 也會影響到我們預估 每個地方風和雨 開始發生的時間 以及造成的影響 因此我們從颱風警報 開始發布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隨時注意 颱風實際的運動 大氣的變化 以及所有參考指引的變化 做出最新的預報 提醒大家留意 所以請大家從事活動前 要隨時留意我們最新的預報 以上是這節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